小朋友咳嗽發燒 看起來就像是一般病毒 卻怎麼治也治不好 要注意了 這可能是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 廉假早上診所就出現 好多人在後診 而科醫師發現明明是夏天 但後發於秋冬的RSV病毒案例 卻已經開始變多 先前的時候大家都戴口罩 所以有很多的他的那個時程 再加上外面天氣很熱 可是裡面吹冷氣吹得很冷 對 那大家都躲到這個冷氣房裡面去 如果大家又不戴口罩的話 你看這如果傳染起來是很不得了的 RSV就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會透過飛沫或是近距離的接觸傳染 典型的症狀就是咳嗽 發燒 流鼻涕 和一般的感冒很類似 家長可能不會察覺 不過比較嚴重的情況 可能還會引起急性系 支氣管炎 氣喘等等 他不僅是要吃藥 而且還需要拍檀 有的時候在家裡 還需要使用熱蒸氣 就算你去醫院的時候 也可能需要做到呼吸治療 需要使用到支氣管擴張的 這些噴霧的治療 雖然和感冒症狀很雷同 但醫師用聽診器一聽 就能聽出端倪 因為如果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 痰量會明顯增多 通常是感染三歲以下的小孩子居多 感染之後常常比較嚴重 特別是早產的 或者是有心肺疾病的患者 要特別注意 事實上呼吸道融合病毒 目前沒有特效藥 一般感冒的化痰鼻涕藥 雖然可以緩和不舒服症狀 卻無法縮短病程 燒退了之後 可能還需要一到兩週的時間 才能痊癒 因此醫師也強調 出門戴口罩勤洗手 盡量減少人群互動 TVBS和中英倫仲宣 台北採訪報導